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关乎到你香港渣打银行 是否可能被关乎的一条视频 希望有香港渣打的朋友们 把这条视频认真的看完 如果你手里拿的是这样的卡片 你不要以为你开下来的账户 就是普通账户 那有的朋友想说了 我手里就是你这个卡片 这个就是普通账户 你可千万别这样理解 如果你这样理解可能就错了 因为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 去香港DIY 开了这个香港的渣打银行账户 但是由于跟客户经理的沟通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或者说客户经理也听明白了 但是他给你开的账户 确实是理财账户 那香港渣打 其实一共有三个账户级别 往往大家可能听过两个 那就是第一是普通无门槛的账户 是没有任何存款要求的 还有第二种 大家基本上是没有听过的 就是20万理财的账户 那么第三种就是大家都听过的 就是优先理财账户 存款需要100万的这个账户 这个账户是可以申请万事达扣张卡的 那么如果说你开的普通账户 和普通理财账户卡片给你的都是这个卡片 也就是说普通账户跟普通理财账户发的卡 是同一张卡 同一张卡 同一种卡种 但是区别却不一样 普通账户呢是不要求你有最低存款额度的 也就是说没有存款额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是普通理财账户 它是有20万的存款额要求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达到这个20万存款额的要求 你的账户呢有可能被限制或者是销户 那往往很多朋友去香港DIY开户之后 没有认真的查看这个收到的邮件 然后呢也没有打电话去询问我这个账户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就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 你的账户开下来有可能是普通的理财账户 也就是说20万门槛的这个账户 那么一旦开下来这种账户的情况下 你的门槛如果不达标的情况下 账户呢有可能会被关闭 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被限制 那么近期呢就有一些小伙伴啊 他开户时间确实也比较久了 好几个月了 看过我视频的开户成功的朋友们啊 我相信有大把了 没有几百也得有上签了 最起码呢给我报告消息 开户成功的那也有百十来号人了 所以呢很多人是看了我视频 去香港成功开户的 但是呢如果你开的这个渣打啊 现在呢距现在开户成功也有几个月时间了 那陆陆续续的呢 现在就有一些人收到了这个邮件 有一些人呢他也没有注意 那可能邮件呢他也不经常查看 尤其是使用谷歌邮箱的 对吧还要这个开启翻墙才能查看邮件 所以很多人呢留的是谷歌邮箱 没有时不时的去查看邮件的这个习惯 就导致呢这个渣打给你发了这个邮件啊 你没有看到 很多人最近收到关于这个账户限制的邮件 是什么样的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你们看屏幕上面就行了 然后我呢拿手机啊 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上面的一个内容啊 那这个内容上面就写的很清楚啊 关于这个账户啊 关于您账户的重要通知啊 这是翻译之后的结果啊 正常是英文的啊 那么根据我们的记录 你的账户啊 您的账户自开设以来 尚未达到适用账户条款和条件的最低余额要求 啊 这偏离了开户表格中所示的预期目的 出于安全原因 你的账户啊 如果在呃这个1月多少号之前 没有存入足够的款项 我们可能会对你的账户进行限制啊 然后呢 为了满足最低存款要求啊 并确认您可以继续操作您的账户 请存入所需的最低存款啊额啊 那这个最最低存款额呢 就是啊 100万港币优先理财或者是20万港币高级银行 也就是说高级理财账户 那么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支点你的经理 然后有一个经理的电话号码啊 然后有一个客服的 渣打客服的这个电话号码啊 让你打这两个电话 那么如果你渣打银行啊 DIY开户几个月了 我希望呢 你认真的去查看一下你的邮箱里边 或者是垃圾邮件里边 有没有收到来自于渣打银行啊 发给你的这个邮件啊 有关于账户重要通知的一封邮件 那么这个邮件通知呢 他主要就写的很清楚 就是你账户啊 一直呢 没有满足这个最低存款额的要求 你要存钱了啊 实际上是一封提醒邮件 但是呢 这个邮件上边也清楚了 写了这个啊 截止日期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去处理啊 这个最低存款的这个要求 你的账户就会被关闭 那么这个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啊 你在开户的时候啊 跟客户经理表述的啊 就是客户经理会给你填这个表吗 会给你填资料吗 对吧 你跟他表述的东西有没有讲清楚 如果讲清楚了 那有可能 比如说你要的是普通的银行账户 就是没有管理费这种银行账户啊 然后呢 也没有最低存款额的这种账户 但是呢 有一些经理啊 他听了你说的话之后 他有可能给你开设一个啊 叫做这个高级理财账户啊 那给你开设这个账户啊 这个账户呢 其实是有20万存款门槛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满足的情况下 那是会被啊 这个限制的 所以呢近期一定要检查一下 我们的邮件垃圾箱里边或者收件箱里边 到底有没有收到来自渣打银行的这个通知啊 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啊 一定要打个电话给客服问一下 就是我这个账户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账户 是普通账户还是高级理财账户还是优先理财账户 如果是高级理财账户或者是优先啊 账户的情况下 那OK 你一定要申请降级啊 一定要申请降级 因为你达不到那个门槛 它是一定会给你账户关闭或者说限制的 据我了解的大部分都是直接给关闭了 那么你在想开的情况下 大概率是开不了了 因为你属于违约 你没有按照这个开户时候的要求去存款存进去 但如果说你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 就把这个级别给降成普通账户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是可以继续拥有去使用你这个账户的 而且账户呢 也不会对你做任何其他的这个限制 所以呢 大家开设这种卡片的 就是普通卡片的 有可能是理财账户 那么我这个案例呢 来自于一位在我这里开设新加坡 扎打银行的一位朋友 他呢 之前在几个月之前就看了我的视频 去香港开了这样一个账户 他一直以为那是普通账户 但没想到却是理财账户 所以就很尴尬 差一点啊 账户就被关闭了 还好他问了我一下 他以为是诈骗 给他发了一个邮件 然后我分析看了一下 他这个邮件 发过来这个邮件不是有一个域名吗 对吧 那个域名确实是扎打的 确实是扎打的 而且呢 他里边的这个内容 我分析了一下 包括电话什么的 也确实是扎打 扎打的电话 所以呢 不存在诈骗的这个风险 确实是实实在在扎打银行 发过来的一封邮件 那么我告诉他 我说你赶快给这个银行打电话 核实一下你这个账户 到底是不是理财账户 如果是理财账户的话 那赶快申请降级 那他听完我说之后 立马打电话确认 他说杰哥 我这个账户确实是理财账户 是20万的那个高级理财账户 他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你现在立马降级啊 你立马降级 把级别降下来就好了 如果你在这个通知你这个日期之前 没有解决这个降级的话 那你的账户基本上就是被关户了 而且你再开香港渣打 肯定是基本上是开不了了 所以我说你赶快去申请降级 不要再拖了 那么这位朋友听完我的这个建议之后呢 又立马打了这个香港渣打的客户电话 申请了降级 那申请降级之后啊 一般是在五天左右 你的这个账户就可以降级成功了 降级成功呢 有可能给你发送邮件或者短信提醒 但是呢 他们一般会以平信的方式通知你降级成功 但是大陆说平信一般会很慢 一个多月时间 所以呢 降级成功一定要在一周之后 打电话给客服问一下 哎你好 我这个账户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现在我账户是否是为普通账户 对吧 还是理财账户 那让客服给你确认之后 你的账户 他什么时候说 是最低门槛的这个账户 就是没有任何余格要求的 那就OK了 说明你降级成功了 但如果说他还说是理财账户 那你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有可能是没有降级成功 那你要让客服给你查具体的一个情况了 为什么没有降级成功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消息 为了避免你们的账户被关闭 一定要认真的去处理这件事 那关于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封邮件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点开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 详细的去看一下 还有呢 我再提醒一下你们啊 如果DIY开户的 去开户的时候 一定要跟用 一定要跟客户经理强调 我要的是普通账户 千万别给我开 理财账户 也别给我开这个优先理财账户 对吧 因为这两个呢 账户呢 都是有最低余额门槛要求的 虽然说你拿到的卡片 是这种普通卡片 但是有可能 它是一个高级理财账户的账户 那么只有这个优先理财卡片呢 是有点深色的 深蓝色的那种 它这个是浅蓝色的 所以呢 这个优先理财和这个普通理财 和这个普通基本账户啊 他们的卡片呢 确实是不一样的 那普通理财和高级理财 这个账户发送的 发的这个卡片 确实是一样的 这个容易大家分不清 傻傻分不清 导致呢 自己可能开的是理财账户 所以你在开户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 我开普通的账户 没有余额要求的 否则呢 你跟客户经理啊 你在PUA 这个客户经理的时候 说你要存个十万 二十万 然后想炒股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直接 不按照你的意愿来 然后直接给你开设一个 这个理财账户 二十万门槛的这个 所以你即使说 你要炒港美股 也要说二十万以下 不要说这个超过二十万 或者是刚达到二十万 这样的话呢 他大概率会给你 开设一个理财账户 因为开完这种理财账户 他一般呢 你达到要求啊 或者是达到这个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理财 什么的 他都会有一些收益 所以客户经理呢 一般可能会出于这个私心 会给你开设这个 二十万的这个高级理财账户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开户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好 并且要告诉他 二十万以下的这个存款额 或者几万块钱 我就要一个普通账户 我也不想要有管理费 我也不想要有这个 最低额额要求 这点一定要记住了啊 然后开户成功之后 一定要认真查看一下 你的邮件 如果显示你是理财用户 收到理财账户的这个邮件了 对吧 他提示你 恭喜你已经成为什么 什么会那个理财用户什么的 就这封啊 就长这个样子 那你就肯定是理财用户了 跑不了 如果是普通账户的 就会提醒你 就是普通账户 对吧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今天视频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 如果听明白了 对你有用 请在视频下方留个言 然后呢 如果你碰巧 看完我这条视频 打电话核实 也确实是高级理财账户 那也请你在视频下方留个言 让我知道还有多少人踩了这个坑 好了兄弟们 赶快去打电话核实一下吧 拜拜